第五十九天 今天美根也同样的出了三副卡牌 与大家分享学习领悟心得 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 达到圆满相 内容是说到人不畏己天诸地灭 这是名言 但是人畏己的最终目的 总是要尽可能达到圆满 如何利人利己达到双赢 权在于你能否调动智慧 以达到圆满相 他也选得导师 那其实达到圆满相 是教导我们说 事事都要做到最圆满 就是要与人结好缘 然后想好的 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 那一切的资讯 一切的教导 我们都可以在 蔡理系老师当中的 那个地质规 去学习 做人的规范 然后也可以从 太阳逊的导师的 一切的这个组书 音达等等等等的资讯呢 去了解如何可以活用的 这个方法 调动能量 让我们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然后呢 与人结好缘 就是互相帮忙 那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 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呢 真的是要尽可能的去达到圆满 因为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对方一定是有在过去没有完成的课题 才会让我们再次的今生相遇 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各不相欠 在今生可以落实这个超级生命密码里面教导的系统 让我们大家达到圆满向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那再来呢 丰盛的光 以德为贵 内容是说到 世间的术对修行人来说并不重要 但是人世间的德就必须要确实的灌溉与经营 只要德之良丰盛就会有珍贵的缘分遇到奇妙的机遇 使许多人事物因此有了生机不太好生的导师 那以德为贵 其实导师一一在叮咛我们这个道德的德 这个德啊 是在天上人间或是地下呢 都非常管用非常受用 也是唯一一个的通路费 那以德为贵就是 万事我们只要有德之良 一切在紧急的时候呢 就会可以用到 那会让我们避开很多的麻烦 避开很多的那些大事或小事或无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我们要在这一个人生当中 生命要获得有意义就是要去制造我们的 累积我们的德之良 做好人好事说好话 那这一切一切呢 同样的在第四季 因为好菜的西老师又告诉我们要如何做一个真的是道德的很好 有爱子 那也是同样的探学的导师 也在测试身份的系统里面又告诉我们要如何爱与感恩 这一切的配合搭配呢 都是让我们累积这个德之良 让我们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那因为有太阳 今天所抽到的是点燃新灯 内容是说到 要经常访问自己是否处于一个明摆的状态 而这个明就是就像一盏灯点在心头 这就是所谓的心灯时时察觉自己的心灯是否点亮 不断练习再练习 当如火纯清之际就能够感受到灵命中的那盏灵灯 长存心头 而这盏灵灯与灵命的提升已经一脉相连 它是导师 那其实这张卡牌点燃心灯 让我学习到 其实我领悟到的是智慧 要有智慧 那心与灵是一体的嘛 身心灵 那只要我们时时刻刻如法实修 那就是合遇天心 把我们过去以来 说在每一个人身心灯当中 一点一滴的智慧的累积起来呢 真的是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突破这个超级生命法系统 真的是可以让我们一劳永远把 千年以来的这个智慧 一脉相连的去连接起来 那我们在未来人道路上呢 就会轻松许多 然后呢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会很自然的 就达到圆满了 那再来呢 就是太亚圣的导师 将会来到 并城9月1号和9月2号 回来到马来西亚 并城以吉隆国 这次呢 导师将会举办这个 这样生活更富足的Q&A的这个课程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好好的珍惜 诚心诚意的学习 真的会让我们灵灵提升很多很多 那再次感恩大家时间与聆听 祝福大家喜乐丰盛富有 感谢观看